3 晴夜 院中白雪印红莓 木子纯披上雪白糊球 静静走到院中 天上星明亮的 仿似被擦过一样 这是人界难见的夜空 木子纯不由看得有些入神 呼听院外有小孩在议论 今天有客人来了 娘子亲自出去接的 能让咱们娘子这么重视 这可难得 我有幸远远看了一眼 那男子长得也可美了 比院里这人还美上百倍呢 那身气质 嘖嘖 听说啊 咱们娘子还和她交情匪浅呢 真的吗 今日这位好似又惹娘子不开心了 你说这三天两头的 娘子再好的耐性也给磨没了吧 如今又来这位 这次婚礼你说到底能不能办啊 娘子怎么想 岂是你我能猜的 言语声渐远 红梅枝穿过落花的院墙 探到另外一边 木子纯粒在梅枝旁 探手折下一枝红梅 拿在手里看了看 随即扔在雪地里 一脚踩过 转身回屋 衣袍摆起的弧度 仿似在诉说着主人心绪不宁 而与此同时 在金娘子给审礼他们安排的厢房里 金娘子闷头喝了一口酒 叹息道 就是当年收拾了那股邪气后 我变回原形 被他救了一救 就是那惊鸿一瞥 就是那该死的一瞥 让奴家花了二十年在他身上啊 神力默不作声地吃东西 行指倒是一边拿茶喝着 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 这本是一顿接风宴 但不知是从哪句话开始 这变成了金娘子的诉苦地 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把自己与木子纯的往事交代了 现在又开始发起了牢骚 二十年 石头也该捂热了吧 这凡人当真是快千年寒冰 饶恕我有三倍真活也容不了他 他失门出事 好不容易让我逮着他软肋了 终于威逼利诱让他娶我 他一叹 往神力身边一挨 抱了他的手臂委屈道 你说奴家活了这么多年 瞅上一个顺眼的容易吗 偏生如此让人费心 奴家心里好苦啊 他在神力肩上蹭了蹭 一副撒娇的模样 神力放下筷子 瞥了他一眼 但见他脑袋不蹭了 只于吓一声声沉重无奈的叹息 神力想 他是真的心累了 他可有喜欢的人 神力问 或者有什么不能和你在一起的苦中 想到自己与行指那颇为心酸的一路 神力有几分感慨 他可有与你明白说过 你倒人人都像神君先前那般 身负重任 不得动情吗 行指像被夸了一样点点头 没错 不是人人都如我这般善于忍耐的 神力撇嘴 行指近年来是越发不知廉耻了 金娘子叹道 木子纯他就是块木头疙瘩 被人借那些修仙门派的说法给僵化了脑袋 非要信什么 非我族类齐心避意 老觉得我靠近他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就连前些天我逼迫他成亲时 他都还在一本正经地问我 金娘子学着木子纯眉头紧皱 一脸严肃的模样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金娘子一提到这茶 好似生气极了 拍着桌子道 没看见奴家那一大殿的西式珍宝吗 你一个凡人也好意思来问奴家要什么 当时我也没气 金娘子学着他当初的模样 缓和了表情 浅笑道 我当时答 我想要你呀 多甜蜜的一句话是吧 他一顿 表情又是一变 学着木子纯言塑道 没个正经 胡言乱语 你听听 你听听 他就这么说我 说完了 他转身就走了 神里被他多变的表情逗笑了 金娘子却委屈道 你可知我当时多伤心啊 嗯 你何不将他这木讷无趣的举动 理解为一种害羞的表现呢 行指忽然开口道 我与仙人打的交道还算多 但凡凡人修心而成的仙人 多半寡言木讷 对于自身情绪极为压抑 他兴许觉得你是在调戏他 又没法调戏回来 所以只好慌忙落跑 金娘子睁大了眼看行指 神力也被行指这一番分析唬住 问 依你之见 那凡人到底是个什么心态 行指转了转手中的茶杯 一笑 既非有心爱之人 亦非真心厌恶于你 他放不下的不过是一种固执罢了 如此 我们便来试一试吧 看看这凡人到底有多固执 或说 看看这凡人对金娘子你 到底是怎样的心态 金娘子满眼淒稽地望着行指 怎么是 行指一笑 你在他身边二十余年不离不弃 他无动于衷 也可以说是他已习惯于接受 那么 把这些赋予他的东西 全部抽取掉可好 行指将茶杯里的茶水 尽数倒在地上 让他一无所有 来 想想 你给了他些什么 咱们一件一件收回来 看着他眼中的笑意 神里嘴角微抽 恍然觉得 这人其实并不是在帮金娘子吧 他 这分明就是觉得好玩啊 这一肚子坏耍 金娘子琢磨了半晌 最后神色微愣 我好像也没给他什么 他道 可我好像又把自己所有都给他了 这话不仅让神里一呆 也让行指愣了愣 金娘子是个怎样的人 行指比谁都清楚 能让他失神地说出这种话 想来已是情根深种了 行指收敛了正然 富儿笑道 那就把自己收回来 嗯 这段时间 你就先爱上别人好了 金娘子问 谁 三人间沉默了一瞬 行指微叹 没办法 那就只好我 我来 神里舒尔打断行指的话 他瞥了行指一眼 看什么 你可是我的 言霸 碾了个绝 周身一变 瞬间化为了一个英俊男子 他抓住身边金娘子的手 道 娘子 这些日子你便来爱我吧 金娘子侧头看了 表情舒尔微妙起来的行指一眼 舒尔眼唇笑道 奴家可不早就爱上王爷了吗 行指一叹 却也无法 只好任由神里折腾了 又与金娘子商量了一些细节 金娘子就稍稍清醒了些 她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一排桌子站了起来 现在什么时辰 我今晚还没去看木子纯呢 神里与行指对视一眼 神里疑惑 你每晚都去看她 她有伤在身 行指淡淡开口 会死 这倒不会 那便别去了 行指一笑 忘了刚才我们说什么了吗 从今天开始 要全部收回来 让她什么都没有 今夜不去 便算是打响第一站吧 直到夜深了 金娘子才离开了这厢房 行指探道 这帮别人教训相公的一场戏 倒把自己夫人搭了进去 可真不划算啊 审了一条没 你分明便是在逗弄人家玩吧 太一顿 我怎可只看着你玩 多不开心 这可如何是好 行指站起身来 将在床边整理备单的审理 从后抱住 我们正直的避仓王变坏了 从遇见你那天开始 就变坏了 审理由着他抱了一会儿 忽而问道 不过 你这方法当真管用 自是管用 行指轻声道 失去的滋味 我可是体会得比谁都深刻 是中文字幕依然会得到 我只是想听说 是中文字幕依然会得到